诗篇第37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32篇1到11节 喜乐之道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唯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而骨头苦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益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承认 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凡虔诚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祷告你 大水泛疫的时候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已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劝诫你 你不可向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寻福 恶人必多受苦楚 唯独倚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 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 我们都渴望自己的生命 充满喜乐 也不断地在追求 活出喜乐的人生 可是我们要如何得着喜乐呢 信仰告诉我们 真实的喜乐 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 生活的享受 甚至是获得眼目 肉体和情欲的满足 而是成为一个义人 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一篇诗篇 来思想如何成为充满喜乐的义人 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 在第一至五节 诗人提到 当他闭口不认罪 心中就会充满愁苦 不安及沉重 因此 当我们失去喜乐 心中感到不安和沉重 就要先求神光照我们 是否有什么尚会在他面前承认的罪 而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 就必从他得着赦免与平安 平安与喜乐 是从我们向神认罪 并且与神恢复关系而来的 只要我们愿意常常认罪 不在神的面前隐瞒行为和内心的恶 就必活出喜乐的生命 另外 当我们得罪了人 却不愿意向对方认罪 重新建立与人和睦的关系 我们的心也会觉得沉重不安 此时 我们唯有放下自己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才能再度得着真实的医治和喜乐 谦卑接受神的教导 在第六节 诗人提到 当我们犯错 应当趁耶和华 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也就是要赶快向他认罪 否则他的管教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神必管教属他的儿女 另外 第八节提到 神时常定精在我们身上 要光照我们 指出我们的错误 当神指出我们的过犯 我们就要立即认罪 好能讨他喜悦 虽然管教的事 不会让人觉得快乐 但是只要我们顺服 神的管教与引导 就能恢复喜乐 平安的生命 在患难中倚靠神 从第十节 我们看见恶人 不是指道德上的恶 而是指不倚靠神的人 不倚靠神的人 必多受苦楚 而寻求神 并且藏在神里面的人 神必救他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 感谢主 一人必靠他欢喜快乐 因为他是信实的主 他必不让一人动摇 主啊 求你帮助我时常向你承明我的罪 并且愿意敏锐于你的管教 走在和你心意的道路上 好能享受真正的喜乐与平安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三十二篇十一节 你们艺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阿们 阿们 觉书我们赞美你 觉书我们要靠你欢喜快乐 觉书主 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成为正直的人 都当来欢呼你 主我们要来欢呼 我们要来喜乐 因为主你的本性就是喜乐的神 因此当我们到你面前 当我们的罪 主靠着耶稣来胜过的时候 主我们就要欢喜就要快乐 是 主耶稣我们要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的罪都蒙你的色灭 主耶稣谢谢你 你说凡头靠你的便有光荣 你必在我们的前后 视为环绕我们 谢谢主 每一天浇灌喜乐的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叫我们的喜乐 可以让人知道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你是爱我们的神 主因此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 因为成为你的儿女实在有福 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来到你的面前 常常领受你自己为我们预备 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 主我们赞美你 主是的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的嘴唇要来赞美你 因为靠你而有的喜乐 是我们的心里的力量 让我们的嘴唇常常歌颂赞美你 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 主我们就是要来到你面前 欢呼赞美你 更多的来敬拜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这样祷告祈求赞美 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